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XXY跟你看电影 让你看电影更有梗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叫做跟你爆芯片 一个礼拜一次然后带给你有关本周院线芯片的资讯 我是XXY我们现场还有小三 没错 嗨 大家好 我是小三 对 我要自我介绍 我现在开始自我介绍 是的 对 那我现在我是在升纤实书工作的小三 但是升纤实书可能大家不太知道是什么平台 就我们的平台呢其实主要是在就是告诉大家说 就是在你步出这些学校之后 你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所以我们算是一个知识型的平台 就是可以告诉大家说 其实你可能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学习的啊 然后我们会在上面开一些课程 是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本次专页上面搜寻升纤实书 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是的 升纤实书就是升纤实书的那个书 是书本的书 哦对 时间的实书本的书 好 对 刚刚居然忘记叫大家就是要做这个书 对对对 要不然大家会搜寻到什么 哎什么什么市场菜市场之类的 大家可能会以为是小农品牌啦 如果是乍听之下的话 是的 对对对 所以 哎 升纤实书的小山啊 然后小山不是那个小 我不是一二三的山啊 是山峰的山啊 是小山 所以大家你知道 就是发音跟发准一点 小山小山不是小山 小山 对小山 施安山有卷神 对对 我在犀利人妻之后才有这个困扰的好不好 哦是吗 啊所以你你之前都没有 对啊 被这样搅过 没有啊 嗯 之前哪有什么小山呢 我觉得你这样子的话应该很尴尬啊 在小这个这个老师在外面点名的时候 我说哎小山你够过来的 对我跟你讲以前最尴尬的 闲聊 OK 最尴尬的有一次就是在公司 因为我以前算 就是在升线实书之前是在一个大公司上班 是 然后在那个公司就是有一次老板 他在一个满园的电梯里面 然后向外叫我 然后他就说小山 然后全部里面你知道 电梯里面的人就妄想了 所以所以老板是女的吗 男的 老板是男的 然后全部人就以为 什么是我是老板的小山还是 这很尴尬你知道吗 超尴尬 哇那个那个几十副眼神 就是 看这样我就想想想想 我就想说假装 搞会不认识然后我搞会走掉 好的 反正就是 好啦我们欢迎小山 OK 小山小山 小山好 我们欢迎小山加入我们的这个 跟你抱芯片 那小山本身自己对电影也非常有兴趣啦 然后就是 呃就很高兴你能够来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聊芯片这件事情 好啦那我们一样啦 就是按照这个我们之前 电影五四三的的方式啊 但我们之前是直播 但是我们现在是改有首播的方式来进行 对那我们等下就会先介绍 本周院线的新片 然后直接介绍完之后呢 我们会分享就是说 OK如果我有看过十片 然后先跟大家讲说 这部片到底是讲什么 然后我自己推不推 然后呢小山就是会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呢 这是被我推坑 没错 然后来看看 诶有哪些片 讲完之后 我好像真的很想要去看 了解了解 好我今天就扮演一个推坑的角色 这样子 好啦那本周院线新片有哪些新电影新上映呢 总共有十部电影新上映 分别是这个香港的电影京都 他是去年呢 呃问鼎金马奖最佳新导演 最佳男主角 以及最佳原创剧本三个大奖的这个 呃非常呃有话题性的 呃香港电影 那 那内容呢也讨论到这个现代香港的这个婚姻问题啊 然后这个剧本呢也非常的厉害 那个算是一个去年度一个非常非常新兴的一个黑马 那下一部电影呢是这个浪漫爱情电影出不到的爱 相信大家在这个近期预告片应该就是打蛮凶的 穿越生死之间的这个感情之间的这样子的纠葛 诶穿越剧 穿穿越生死线 好下一部电影呢是这个 呃算是一个非常励志的友情电影啊 陪你玩最大 是由这个威尼斯影展的这个影帝 法布莱斯鲁奇尼 这太难念了 以及这个凯撒讲影帝的提名派驱克布瑞尔 他们呃这个算是欧洲挂的这个演技派演员 两个人联手这个标系 他们是在讲述一个类似像是一路玩到挂 或是逆转人生这样子的那种 非常的 我觉得他连那个预告片或是他的那个海报都整的很像 海报也很像 连取名字都感觉很像 对啊陪你玩最大 好这个是预计在这个礼拜五上映的片子 那另外呢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科幻片 黑暗战域 听说呢是由这个决战业跟 呃一星引力的这个特效团队所打造的一个 哎灾难 灾难科幻电影 对那这个 大家如果有看之前的俄罗斯电影 然后一星引力或是 呃近期什么 呃这个一星引力的第二集续集之类的 这样的片子的话就大概知道说俄罗斯的这个战斗民族风格的 科幻片大概长什么样子了 然后这边又提到什么决战业的特效团队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呃非常的 呃只能说有趣 呵呵呵呵呵 这个很保守欸 有趣这个定义是 不是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俄罗斯的科幻片 我是真的没看过 到底是形容一下到底是怎样叫做有趣 比较不会像好莱坞这么的 大英雄主义 但是他们又想要朝那个方向走 那跟中国的那个 你说像战狼之类的这样东西吗 嗯 也没有到那个样子 你说你说像 或是流浪地球 哦对我觉得其实有点像流浪地球 哦 对但是 那我可能就可以体会 但是他们讲的语言是俄罗斯语 你知道俄罗斯语讲话就会非常的快 对 然后很重 对 那叫什么 呃 口气很重 口气很重 讲话非常的 呃 大辣辣 哦对所以 那种那种我觉得那种子的 风格这样看下来你会觉得非常的特别 特别 特别 对 但如果你说流浪地球感 那我可能有点可以 对 但是我我必须讲他们的特效其实不差 哦 对 流浪地球特效也不错啊 流浪地球特效也不错啊 对啊 确实啊 所以 呃这个近期有很多俄罗斯电影啊 俄罗斯的科幻电影 尤其是那种特效大片 嗯 对那我觉得黑暗战域呢算是这个 呃这个 记 异星引力之后的 我觉得是想要打 把这打进台湾市场看看这样子的感觉 对好的 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日本的暴力大师三尺虫石的最新 呃爱情故事初恋 为什么 就是很冲突哎 三尺虫石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日本导演啊 他之前呢就是有导过像是 呃杀手阿一啊 呃或是这个呃 这个日式牛仔一品锅啊 啊近期的像是比如说忍者乱太郎的真人版啊 哦 之类的 或是这个呃 很多元 很多元 对很多元 那因为他就是拍一个很多他算是一个非常多产的电影 而且他的风格非常的特殊 然后被称作是日本的这个昆定塔人提诺 哦 对而且他跟昆定塔人提诺本人呢也非常的要好 哦 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对然后甚至昆定塔人提诺也有克装过他的电影 所以就是算是一个日本鬼才导演啊 然后是这个多产 他甚至是每年都会出一部片 那今年他推出的是初恋这部片子然后呃呃呃呃算是这个有媒体欲为是重返巅峰之作 而且在这个烂番茄的影评分数上面是达到97%的好评这样 所以呃呃在对感觉非常值得期待 哈这个是初恋 然后另外呢呃呃呃还有一个国片啊老娘就死就要这么活 呃是由这个空姐盲什么那个导演啊 历经了八年之后所拍摄完成的台湾第一只老中青三代同堂校友啦啦队的精彩故事这样子 呃呃算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啦 那这个大家如果看他的预告片或是剧情剪辑的话呃 感覺是非常勵志 而且應該是會非常幽默的一部片子 這之前好像有釋出一些短的片段 嗯 好的 所以這個是老娘就要這麼活 接下來有幾部是日本動漫的劇場版 像是這個是劇場版白香 我對日本動漫真的是完全不熟 白香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總之白香的也是要放映的 再來呢 好久不見的王大陸大平台 她的最新的作品 而且還邀請了這個蜜拉喬奧維琪 一起首部她第一次演出的華語電影 素人特工 然後預計要在禮拜五在喜樂時代限定上映 哦 對 知道限定上映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一個 好 就是這樣子 好 這個是素人特工 好 下一部片呢 可是卡斯很不錯耶 卡斯很不錯我知道啊 對啊 張榮榮啊 王大陸啊 嗯 對 總之 嗯 好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好 下一部呢 算是一個 呃 呃 紀錄 音樂的紀錄片哦 閉嘴彈琴 哇 這個講得這麼的重 Shut up and play the piano 閉嘴彈琴 是這個紀錄 鋼煞蕾絲 這一個 呃 被稱作是瘋子的 鋼琴演奏家哦 他的這個故事就對了 然後算是一個 以一個非常前衛的姿態 然後闖入了這個音樂圈這樣子 然後他其實呢 他的創作風格呢 也是融合古典的龐克啊 嘻哈等等的這樣子 呃 非常有玩性的這樣子的音樂風格 然後打入了這個樣的市場 所以呃 算是一個 非常全面性的紀錄片這樣子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本週 預計會上映的十部電影 那我個人呢 有看過的電影就只有京都這部片 然後我個人呢 也非常推京都好不好 對 所以呃 那個小三 妳在看到京都這部片的時候 妳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哦 我跟妳講 我就是看了那個預告片之後 我就想說 欸 是在永樂市場拍的嗎 呵呵 妳說很像 很像布莊這樣子嗎 對 因為我非常喜歡去逛永樂市場 OK 對 因為布莊的那個感覺其實是 呃 有一種時代感吧 OK 對 然後因為又有很多很fancy的那些布料 然後就是 或者是做成衣服的樣子掛在那邊 所以就覺得 哦 就是這算是美術做的很不錯 哈哈 蠻美的一個電影 OK 好啦 總之這部片他算是這個 呃 他的故事其實就是講說 很像有樂市場這樣子的一個市場 嗯 哦 他是在香港 也是一個布莊的市場 不是哦 他是在香港的太子區 然後京都這個商場呢 他其實是以這個結婚為主題 哦 對 就是妳要拍婚紗 那個結婚街的意思 結婚街類似 就是妳可以買到大餅啊 買到禮服啊 對對對 都難怪因為他裡面有掛很多那個什麼 紅袍啊 對對對 鳳袍啊 沒錯 沒錯 就是妳要找西式的結婚服 或是中式的結婚服 甚至是那些結婚的那些小禮品 啊 然後或是妳要找 拍婚紗 妳要找喜宴 然後就是一次到位 到這邊就對了這樣子 很方便 很方便的一個一個地方這樣子 那 呃 女主角呢 呃 這個他是飾演一個 呃 他的先生呢 是 呃 婚紗拍攝的這個 呃 算是攝影師或者老闆 嗯 對 他他就在他們 他們家的店裡面幫忙這樣子 然後呢 呃 他跟這個呃 這個他的男朋友 也就是我剛說的那個店主 呃 已經交往很久 然後快要結婚了 嗯 可是實際上呢 呃 這個在 這個 快要結婚的前夕 哦 這個 就是意外的 挖掘到這個女主角 他過去有一個不為人知的過往 嗯 那就是 他其實有過假結婚 嗯 而且還沒有離婚 What 對 對 就是呃 可能呃 假結婚 但是可能就是 一個身份證上面有一個老公 但他沒有實質上的名分 對對對對對 好 對 那這個 當初為什麼會有假結婚呢 很多是因為這個 中國的內地啊 有很多人想要到 呃 香港 啊 依親 依親 想要依親 然後然後移居到香港 然後拿香港居留證嘛 所以就是呃 可能會有人用錢去 去買一個 買一個老婆 買一個老婆 對 然後呢 呃 實際上是沒有這個 夫妻的身份 然後但是他們是想要一個身份就對了 所以他其實呃 藉由一個假結婚 然後跟一個真結婚 或是假結婚假感情 或是真結婚真感情 或是假結婚真感情 ok 就是一個排列組合 對 就是一個排列組合 就是 討論 一個真婚姻假 假感情 對 就是用婚姻 來探討到感情這件事情 然後跟感情 然後進而 探討到婚姻的本質 我覺得這部片在呃 在在描述說這個 人跟人之間的那個 互相的關係上面 我覺得非常的深刻 尤其是 我覺得香港的生活方式 其實跟台灣有一點點 那麼的類似 然後 家庭的觀念其實 也是一樣啊 就是我們可能現代人 會覺得說 就是 結婚這麼麻煩 我們為什麼要結婚 我們乾脆就不要辦 辦喜酒 我們就登記就算了 之類的這樣子 那當然你可能就是 你有這個想法 哦 你可能就會受到你媽媽的關切 你可能就會受到你 所有的 親戚的關切 這樣 其實京都這一部 其實算是說 可以看到是不是 討論華人社會 怎麼對於婚姻與局 感情的一個狀況 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 那還蠻值得看的 很值得 我覺得女生都可以去看 嗯 我覺得不只女生 男生也是 是啊 但是就是 因為我覺得這種 因為 那他的出發點是以女生的角度為出發 還是以男生的角度為出發 其實是以女生啊 對 但是我覺得男女都通用 因為 因為 這個 感情裡面 我覺得很 很有趣 就是說 雖然男女有別 雖然男生女生 還是沒有在這個實質上的有一些平等 可是我覺得人跟人之間的那個 嗯 嗯 互動 啊 你只要遇到某一件事情發生了 你可能就是很自然而然的會有 這種反應 對 比如說 比如說 吵架了 然後男生女生吵架了 然後 那個這個 吵架的 哎 引發吵架的那一方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態度 那 被罵的那個人 啊 他又有什麼樣的反應要去解決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 這個 我覺得很有趣啦 那中間他們就是應該會經過一些關卡 讓大家討論說 兩個人的感情狀態 目前到底發展到什麼樣的 對對對 所以 我覺得 基本上我覺得他的對話 寫得非常的 呃 需要人家假思考 很 呃我覺得思考之餘 思考之餘啦 嗯 他有讓我 呃 就是有回 回 重溫到 類似90年代 千禧年之際的那個 非常 黃金 呃那個香港港片的黃金年代 哦 對 就是以這種 呃 非常庶民 呃 非常生活化的這樣子的 對談方式 然後來 把這個故事給建構起來 而不是像現在就是 啊 我要拍動作片 然後就有花很多特效 然後花而不死的東西 越來越多 哈哈哈 嗯 哎 對 就是很多嘛 現在 因為 你知道現在的港片 其實很多人他開始詬病啊 就說好像沒有像以前那麼好看 嗯 對 然後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部片他有 呃就是因為他故事格局其實不大 他就是只是發生在這個京都裡面的事情 然後人物其實也沒有很複雜 就是 一對男女然後跟一個賈捷婚的男生 還有他們家 就是 人物沒有很複雜 人物也沒有很多 但是他的 故事其實探討到的是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他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深度的 哦我懂 就是這幾個人其實是立體的建構了這個 目前他要討論這個話題 對對對 而且我覺得是有點像是社會的縮影啊 嗯 對 所以這整部片看下來 但是大家都看起來都蠻有感度 對 對對對 然後比較覺得就是啊看到這個名字好像就是啊 好像就是一個很嚴肅的東西 不會哦 不會我覺得 其實很好笑 哦真的哦 其實是好笑的 他的氣氛算是輕鬆的 很輕鬆但是又會很感動 哦 對 那很不錯耶 好有啊這個有推更成功啊 啊真的嗎 對我聽完之後我覺得可以看一下 好的 對啊 而且他其實獲獎就是不只是金馬哦 他在這個台北電影節啊 或是香港的這個電影評論協會啊 或是 甚至是比如說大阪亞洲電影節啊 意大利的這個圓東電影節等等的 哦 對他其實 很難想像說這個導演他 他是一個 算是非常新銳的導演 對 所以 我覺得有這樣子的表現真的是 蠻讓人 出乎預料 然後這個男主角我們剛剛有講到 他是有 入圍那個最佳男主角嘛 但是很不幸啊 去年就是那個那個誰 陳隱文拿下來的嘛 對 但是朱柏康啊 朱柏康他在裡面演一個非常 怎麼講 幼稚的大男孩 好包裝哦 就是中二 或是白目 對就是 就是一些白目的男性啦 對對對 然後可能就是有點沙文主人 可是你又不能說他不愛這個女生之類的 就是 就是有一些男生 呃的一些通病啦 傳統的概念 哦也不是傳統概念哦 就是有一些通病 對這面對感情的時候有一些通病 或是 或是 這個 這個步入婚姻之前 嗯 他們覺得就是 啊我已經很穩定了啦 哦 我已經很穩定了啦 我也不想要再幹嘛了啦 對 然後就 然後可能就會 就是 有些問題產生 可是他放著不管 他們覺得說 啊 反正我們感情那麼穩定 我也不想去解決 其實那感覺應該就是很多人的感情狀態啊 很多人就是這樣子啊 對啊 就是感覺好像 我們不提起 就沒有那個問題 嗯哼嗯哼 所以 我覺得這部片他 他就是 有很多這個 可以讓人思考的面向這樣子 很不錯哦 對 對好的 以上這個就是我個人 推坑的 禁毒 好的 是的 好啦 哦 你有推坑成功嗎 有我覺得有 有 我覺得這一部我想看 好的 嗯 那另外呢 你還有什麼其他電影想看的嗎 另外哦 嗯 初戀吧 剛剛講的那個 我自己是超 我也是超級想要看這部片 對 我覺得挖田正向很帥 好 除了挖田正向之外 應該就這樣講 我覺得 我覺得這部片最大的最大的賣點 就是我剛剛說的 導演就是三池 三池從始 對 很難想像 對 就是暴力大師拍一個 你有看過他之前的片子嗎 我好像有看過 可是 可是我完全不會想像說他叫做暴力大師 對 因為我有看過火星異種 也有看過無限柱人 哦 對 也有看過二之教典 應該是說 近期他的片子其實都是漫畫改編 或是動畫改編的片 居多 對 然後你剛剛說的那個二之教典其實就是 哎 是 是 恐怖漫畫嗎 呃 是 他是漫畫嗎 我 我忘記 還是他是小說 對 或是漂流男子漢之類的 嗯 然後我最早看他的片子 就是我剛剛說的日式牛仔一瓶鍋 哦 我這個聽起來非常的有趣 這個故事 一瓶鍋聽起來就蠻有趣 他的 他的職義就是受洗燒牛仔西部片啊 哈哈哈 SUKIYAKI WESTERN JUNGLE 這樣 他的英文片名叫 就SUKIYAKI 就是 就是受洗燒 受洗燒 然後 對 然後 他的故事其實就是 呃 就是在講那個 呃 紅白大對抗 就是有紅紅色的牛仔跟白色的牛仔 在一個村子裡面 然後互相的對立 然後這突然有一個新的牛仔走進來 一個陌生人 然後發現說 哦 他們兩個在 這個傳說中這個村子有寶藏 所以這個紅色的牛仔跟白色的牛仔在 在互相爭奪地盤 然後就展開了一場這個西部片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裡面呢 都是日本的演員 很幽默 然後日本演員 都講英文 但是真的是牛仔場景 都是牛仔場景 然後就是都講 等一下 這都是講 非常非常破的英文 這是一個B級片的 超級B級片 然後破到就是我想說 你可不可以講日文 但是他們就很堅持一直講英文 這樣一直講下去哦 那字幕怎麼打 字幕先生很痛苦耶 就是 好好理解這一片是不是 這很有趣 然後但是 你看 想到這個故事架構 其實在很多西部片都有常遇到嘛 嗯 對不對 然後然後他最 最最 呃就是他一開始的故事發想其實是 他有一天 這個新年的時候打開紅白大歌唱 所以他創作這個故事 然後他又想到說有一個 呃以前有一個武士片叫用心棒 對 用心棒 對然後也是類似這樣的架構 然後也很像什麼七五四啊什麼的 嗯嗯嗯 對然後然後另外就是他裡面的故事的 那個人名稱是用那個元氏 元氏物語啊 就是元家跟平家 在在在在對抗嘛 所以就有點融合日本的歷史 但是畫面你很很難想像 就是一群日本人然後穿牛仔 對對對 然後但是他們是經過有點那種合 也是拿槍 然後還拿五十道什麼有的沒的 就是很鬧的一部片子 可是我覺得超好笑 然後裡面昆廳塔倫庭又有客串這部片這樣 他在客串一個坐在輪椅上面的一個 一個老一個老先生 很鬧耶 很超級鬧 總之就是 他的故事都會非常的 呃就是非常的驚人啊 我只能這樣講 然後如果在更早期的片子殺手阿一 我這部片就是看的非常的難受 這樣子 就是在講一個殺手叫阿一就這樣 就這樣然後 然後故事是什麼 從頭殺到尾 他就是一直殺人 追殺比爾 不是喔 就是 然後然後對就是血亂噴阿 然後有的沒的這樣子 就非常暴力 然後但是你會看的非常入迷的一部片子 這真的是前野中性耶 對啊 唉唷 非常的厲害齁 對然後我剛剛說的是牛仔一瓶鍋 裡面有什麼 欸 什麼 伊藤英明 對伊藤英明然後伊士 伊士谷友界 他很喜歡用伊藤英明耶 因為二隻叫點也是伊藤英明 對對對對對 所以總之啦齁就是 還有鄉村造詩耶 是啊 配木村加奶耶 對 這個卡字不扯不得了 就是他為什麼叫做日本的昆天塔倫庭 就是因為他就像昆天塔倫庭一樣 有很多演員就是捧著自己的片蟲 然後跟你講說拜託你讓我演 我想要拍你的片 對然後我想要演你的片 然後今天如果有演過三次從事的片子的話 你在日本的地位就會三級一跳這樣子 對 所以這一次呢 他出這部片的片名讓我就是 完全不敢相信我眼睛啦齁 初戀為什麼你會拍這樣子的故事 結果我看他的故事簡介 嗯對 確實是他會拍的東西 對啊 什麼意思 他的故事就在講說有一個 有一個拳擊手啊 葛城然後他因為這個 輸給不該輸的對手之後呢 被醫生告知他 就是他來日不多了 所以他的人生陷入了一個非常 低的谷底的一個混亂 所以他就走在那個歌舞伎丁的街頭 然後的時候呢 邂逅了一個這個 這個追 一個正在被追殺的女孩 從此呢 就展開了他非常 瘋狂的被追殺的夜晚這樣子 哦 可以想像 所以初戀是指什麼 他就是在街頭上然後就是 被追殺 邂逅了一個女孩 然後這個女孩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被捷 就開始奔跑 就開始奔跑 然後裡面好 除了三次從此這個非常 非常大的一個賣點之外呢 你剛剛有講到他的他的那個 男主角就是挖田正孝 對 然後裡面呢 也可以驚 驚鴻一撇到這個台灣的演員 嚴正國 他就是演那個當時在追殺這個女生的 中國幫黑道 對 然後 然後那個 日本的黑道呢 還找了藍骨將泰來演 也OK啊 他感覺有點小小孩子 對 我會想說藍骨將泰你找藍骨將泰演黑道 就是孩子一樣 對 然後 就就很有趣 所以他整部片就是 有點回歸到他 當初非常擅長的這種幫派火拼的電影 但是他又加了一個非常有趣的這種愛情故事在裡面 很有趣的 對所以 我還蠻期待就是他能夠 拍出什麼樣的 東西 真的 對啊對啊 對啊 這個 你會想看嗎 我覺得這個會想看 對 光想感覺就蠻鬧的 對啊 對 所以這個是初戀啊 我自己個人是非常的期待 還不錯 還有嗎還有嗎 還有什麼想要看的嗎 還有什麼 這樣 有啊你剛剛有說那個黑暗戰獄 黑暗戰獄 我覺得我好奇 好奇他到底會有多麼的 有趣 對 有趣 所以你看俄羅斯電影多嗎 沒有 我看我幾乎沒看過 幾乎沒看過 我現在完全想不起來任何一部 但我覺得我可能有看過講俄羅斯語的電影 比如說 我就想不起來啊 不要這樣 俄羅斯電影我覺得 好那如果說要推俄羅斯電影的話 你想到什麼電影 呃 我自己很喜歡那個 導 刺客聯盟的那個導演 他叫做提 他名字超級難 難記 喔他是俄國人 對 Timmer什麼東西 Timmer什麼 Bag Bagchis 好不用你們講 對 他 他在拍刺客聯盟之前 是先拍的 日巡者跟夜巡者 的電影版 那個書嗎 對 書的電影版 對他的第一集是夜巡者 然後台灣翻座 台灣翻座叫決戰夜 對 然後他的第二集就是 決戰夜其實是夜巡者 對 然後第二集就是日巡者 然後日巡者台灣有上 可是那個決戰夜 台灣沒有上 所以當初就是故意不講 就是他是 什麼巡者系列 或是什麼的 對 大家就會問說那另外一個人 對對對 但是他因為拍了這兩部 這個俄羅斯的電影之後呢 就聲明大照 所以他才會去好萊塢拍刺客聯盟 然後他拍完刺客聯盟之後呢 又有很多他拍的電影嗎 比如說像那個吸血鬼獵人林肯 他跟提姆波頓一起 然後 然後結果這個 吸血鬼獵人林肯這部片呢 評價沒有說很好 但是我個人是很愛啦 我超愛 愛到不行 然後 我覺得那個設定很 就很鬧啊 但是問題是就是 他也是小說改的這樣子 好然後他後來又拍了像是冰漢 就是衝擊版的冰漢 重買版的冰漢 然後雖然評價也不好 但是我個人也很愛 對然後 後來他就 電流大戰 電流大戰是他監製 對對對 所以他後來其實就是轉製片 對像你剛剛說電流大戰 像去年非常紅那個人肉搜索 人肉搜索他在之前 他有拍過類似像人肉搜索的那個視訊 就是也是一樣就是用電腦螢幕 然後拍出了電影這樣 所以其實他就是走在一種就是那種 想要挑戰特殊風格的那樣子的導演 所以我覺得他算是有點擺脫了 過去俄羅斯電影那種比較 非主流的那種派系的感覺 那他現在這次拍一個科幻片 不是不是不是 你說這一次 這跟這部片沒有關係 我是只是說我喜歡的導演 對所以如果要我推的話 我會覺得就是你可以看 就是我剛剛說的夜行者跟日行者 決戰夜跟日行者這兩部片子 然後來入門這個俄羅斯的科幻電影 對那我覺得也是因為決戰夜的關係 所以俄羅斯的電影開始慢慢走 就是懂得要去向商業市場靠攏 所以有很多這種娛樂大片開始陸陸續的被拍出來 那這一個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決戰夜 一心引力的這個幕後團隊所打造這個黑暗戰獄呢 我覺得我覺得基本上黑暗戰獄 我自己個人是不知道他到底在演什麼啦 但是那個我們剛剛提到那個一心引力 這個導演呢他的爸爸 就是之前拍過非常有名的戰爭與和平 對俄羅斯電影然後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 非常的非常的這個歷史上非常閃耀的一刻 但是從此之後俄羅斯就 就比較難打入歐洲是歐美市場 對那那一心引力呢算是我覺得他就是 有點要從政爸爸的這個聲譽 然後拍出了這樣對像他在拍一心引力之前呢 先拍了那個一個什麼史達林格勒 最新的史達林格勒然後就是 宣揚俄羅斯的國威 就是說那場戰役了 對對對對對然後 然後之後又拍了這個一心引力 所以可以知道說他們能夠 他可以掌握這個大場面的電影這樣 那黑暗戰獄呢算是他的這個幕後製作團隊 特效團隊所製作的特效電影 所以跟我們剛剛講的那兩位導演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好但是我覺得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要去認識一部新的國度的電影的話 通常都是用這種方式去入門 對所以所以OK我就講說 他他們這個團隊之前拍過什麼片子 大概有那個感覺就是說他這部片 他呈現出來的樣子大概會長什麼樣子 黑暗戰獄呢 他的故事呢他在講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劇情簡介 好的就說呢 就說呢 看劇情簡介也沒有看懂 對我也看不懂 他就說人類熟知的世界一夕之間面目全非 並不是這個隕石撞擊地球 他就是說一心引力啦 不是這件事情 也不是這個恐怖分子全球威脅 更不是發生核子戰爭 只是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全球電力系統故障 然後消滅了所有的生命 然後唯獨一個位在東歐的小區域倖存了下來 能夠保有正常的電力 然後面對這種災難呢 這個人類最後的堡壘要做出權力的反擊 所以其實也不知道到底要打誰 對 所以我覺得蠻有趣的欸 然後他的劇情簡介就這樣 就這樣結束了 然後預告片也不知道他在拍什麼東西 因為就是未知啊 未知的什麼東西 對 但是 就不知道這部片到底 會不會怎麼樣 因為他的 現在目前所知道的資訊真的是太少了 對 對啊 很難無從判斷 所以到底是怎麼樣呢 非常的神秘 就是 可以去看啦 可以去看 欸什麼叫什麼可以說 就是試試看啊 試試看嗎 試試看挑戰極限 OK 好啦 所以以上就是今天的給你爆新片 嗯 那我們下禮拜呢 一樣在這個禮拜四的時候會上 給你爆新片的介紹 然後讓大家在禮拜五週末的時候呢 可以有一個非常好的參考 對 沒錯 選片指南 是的選片指南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好啦我們今天就謝謝小山 謝謝 小山 山 好下禮拜再邀請你來聊 有關這個本週院線芯片啊 在結束之前還是要跟大家講啊 就是說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這個Podcast的各大聲音平台 沒錯 對然後還有追蹤我們的臉書粉絲團以及IG 那我們下個禮拜呢 再跟大家一起見面 跟你爆新片 沒錯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